辛普森一家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播放时间最长的动画系列,更像是一颗水晶球,在事件发生前预知真实世界的情况,无论是苹果产品、总统还是灾难。 虽然许多这样的预测成为现实,但许多疯狂的预测幸运的未能见天日,也希望永远不会。 一起看看辛普森一家中我们不希望成为现实的20个可怕的预测。 第二十条,第一次世界大战,辛普森一家第六季的丽莎的婚礼一集包含了许多关于未来的预测,其中许多幸运的尚未实现。 然而,在这些预测中,有一个特别危险的预测,即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观念。 在一个场景中,当丽莎的英国未婚夫修轻松地提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英国时, 莫插嘴发表了一句讽刺的言论,强调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美国。 尽管几年前认为再次发生类似第一或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的全球冲突似乎不太可能, 但近年来俄罗斯与西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持续冲突加剧了这种情况。 让我们希望全身的每一根纤维, 辛普森一家的黑暗预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准确的, 世界承受不起无法预料的死亡和破坏。 第19条,伊万卡2028,辛普森一家中一个最著名的预测成真是唐纳德, 特朗普总统,在发生前数年被提到。 然而,该节目还预测到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将在政治上布特朗普的后尘, 如在2016年的万圣节特辑中的一幕所示, 霍默带着一枚徽章上写着伊万卡2028分。 这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随意的笑话, 但考虑到辛普森一家的记录, 如果伊万卡真的在2028年竞选总统,会发生什么呢? 令人惊讶的是, 他在2028年的年龄将是47岁, 与他的父亲唐纳德, 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时的年龄相同。 一方面,截至2023年,伊万卡缺乏政治经验, 但他父亲的民粹主义崛起表明, 这可能不是一道障碍。 他有名望,并在选民中获得支持, 也许在动荡的特朗普时代之后, 伊万卡可以以传承父亲的遗产为口号竞选。 第18条,僵尸启示, 比起僵尸来说, 很少有什么恐怖, 比这更深深植根于我们末日噩梦中。 这是不死之人, 对活人肉体无尽的渴望, 在他们的年度恐慌节日树屋恐怖秀中。 辛普森一家令人不安地预测这些不死恶灵,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威胁人类, 这一部分巧妙地被命名为别有牛幽幻人类。 在这一片段中, 春田市面临传染灾难, 当吃了被污染的克拉斯蒂汉堡的孩子们, 变成渴望大脑的僵尸时, 整个城镇很快被摇摇晃晃的尸体淹没, 试图吞噬视野中的任何人。 只有一场拼死的疏散行动和霍默可靠的现弹枪 拯救了幸存的春田市民, 使他们免于加入狂暴的僵尸群。 尽管这看起来可能很牵强, 但这一情节触及了关于病毒流行, 生物恐怖主义和动物传播疾病 引发行为大流行的现实世界担忧。 虽然真正的僵尸病毒目前仍然是虚构的, 但科学继续揭示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 控制宿主思维的寄生虫。 让我们希望那些似乎在科幻中回响的研究 能够避免制造真正的屏幕噩梦, 因为虽然将尸暴发是幻想, 但由未受控制的实验带来的风险令人不安的真实。 在我们追求进步的过程中, 智慧和谨慎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生存技能。 第十八条,苏联的回归, 辛普森一家中, 霍默经常完全无意间引发改变世界的事件。 在辛普森朝一级中, 他的灌肠糊涂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敌人之一 苏联的回归。 在失业后,霍默冲动地参加了海军, 但他很快就没能通过基础训练, 被分配到潜艇工作。 在一次演习期间, 霍默在玩耍时意外将潜艇引向俄罗斯水域, 引发了一场国际事件。 在紧急联合国峰会上, 俄罗斯大使宣布苏联准备 对你们迷途的舰船提供赦免。 令人震惊的是, 这表明苏联似乎在世界 甚至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复活了。 很快,苏联军队和坦克再次走过红场。 霍默的行为无意中撤销了冷战的结局, 这是蝴蝶效应在行动中的可怕例子。 看起来可能离谱, 但专家警告说这并非完全不可能。 普京的俄罗斯变得越来越专制和侵略性, 针对邻国的行动。 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 我们可能会看到回归传统苏联政策的情况, 旨在扩大俄罗斯的影响范围。 第十七条《乔治·克鲁尼的命运·辛普森一家》中, 霍默经常完全无意间引发改变世界的事件, 在辛普森朝一集中, 他的灌肠糊涂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敌人之一苏联的回归。 在失业后,霍默冲动地参加了海军, 但他很快就没能通过基础训练, 被分配到潜艇工作。 在一次演习期间, 霍默在玩耍时意外将潜艇引向俄罗斯水域, 引发了一场国际事件。 在紧急联合国峰会上, 俄罗斯大使宣布苏联准备对你们迷途的舰船提供赦免。 令人震惊的是, 这表明苏联似乎在世界甚至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复活了。 很快, 苏联军队和坦克再次走过红场。 霍默的行为无意中撤销了冷战的结局, 这是蝴蝶效应在行动中的可怕例子。 看起来可能离谱, 但专家警告说, 这并非完全不可能。 普京的俄罗斯变得越来越专制和侵略性, 针对邻国的行动。 如果这些趋势继续下去, 我们可能会看到回归传统苏联政策的情况, 旨在扩大俄罗斯的影响范围。 第十六条, 乔治·克鲁尼的命运。 辛普森一家在《树屋恐怖秀》十七分一集中, 提出了一个可能让美国最喜欢的银发男演员不幸丧生的幻想, 那就是沉入流沙。 在开场中, 霍默漫不经心地杀死名人以便自由使用他们的形象。 乔治·克鲁尼被显示为无助地沉入好莱坞名人大盗的流沙中。 这是一个荒谬而令人不安的概念, 由于在提到之后不久, 王子和尼尔、阿姆斯特朗的死亡, 使其变得更加怪异。 希望克鲁尼的漫长而卓越的职业生涯, 不会以这样一种噩梦般的方式提前结束。 如今, 流沙更多是一个卡通陈词烂调, 而不是真实世界的危险, 但辛普森一家以前曾将奇异的死亡融入预测中,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他们的讽刺预言。 也许这部剧只是挑选了一个随机的喜剧性悲剧, 或者他可能预见到了这位奥斯卡获奖演员 发生不太可能的事故。 唯一确定的是, 没有粉丝愿意看到这位风度翩翩的 克鲁尼的魅力和才华在悲惨的方式中戛然而止,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为这个预测抱太大希望, 希望乔治、克鲁尼能够享受更多年的明星生涯。 但我们内心的一小部分仍然感到不安, 感谢辛普森一家的病态预测。 第十五条, 外星总统。 想象一下, 醒来时发现美国总统已经被外星人冒名顶替, 尽管听起来荒谬, 但辛普森一家暗示这可能是我们未来的情景。 在万圣节特级市民康的一集中, 外星人康格和科托斯绑架并冒名顶替了候选人比尔、 克林顿和鲍博、多尔。 该节目预测这些外星人可能操纵选举并夺取权力, 意图从总统办公室向外奴役人类。 幸运的是, 霍默、 辛普森及时揭露了这个轨迹, 防止了灾难的发生。 但外星生物真的能够渗透到我们最高的植物吗? 这一前景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恐惧, 辛普森一家在提出这个想法上并不孤立。 1993年的《电影大夫》中就有一个被相同替身替换的美国总统。 一些阴谋论者甚至认为, 现实生活中的高级官员可能是外星人伪装成的。 谁能说他们可能是善意的呢? 外星总统可能是一场全面入侵的前奏。 虽然小绿总统目前仍然是假设的, 但如果地球之外的智慧生命与我们取得联系, 其影响可能是举世变革的。 外星访客是否以和平有益而来, 还是以征服和剥削而来? 如果他们在人类体内寄宿, 像辛普森一家中那样, 我们如何检测权力的赝品? 在那次亲密的接触发生之前, 我们必须安慰自己, 我们的领导者, 据我们所知, 都是智人。 第十四条, 法国灾难。 几乎没有什么灾难, 比美国小镇被和地狱彻底毁灭, 更为噩梦。 然而, 由于一个不太可能的原因, 斯普林菲尔德陷入了这一不可思议的境地, 那就是法国军队。 在春田市开过多挖腿笑话后, 法国发动核中子弹, 直接瞄准这座城市。 破坏是巨大的, 春田市的每个居民都在瞬间被消灭, 除了永远不可战胜的霍默, 辛普森。 霍默幸存下来, 但醒来时, 发现自己漫步在一个厚, 启示录的荒地中, 成为一个被夷为平地的春田市, 唯一幸存的市民。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虚构场景, 凸显了核武器带来的巨大破坏和长久后果。 尽管外国势力轰炸美国小镇可能看起来离谱, 但核武器的意外事件和近距离的危险事件确实发生过。 而当今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令人担忧。 让我们希望冷静的头脑能占上风, 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的家乡 因那个致命的挖腿羞辱而走上春田市的命运。 第十三条, 微型黑洞。 在所有可能的宇宙恐怖中, 几乎没有什么能与黑洞相媲美。 这些引力深渊扭曲时空本身, 吞噬所有离得太近的物质。 在树屋恐怖秀中的非正常活动一集中, 春田市上空出现了一个微型黑洞, 威胁着吞噬整个城镇, 直到丽莎将其封住。 这个情节强调了真实物理学和粒子实验 如大型强子对撞击的危险。 一些理论学家最初担心, BioHC通过碰撞粒子可能产生微型黑洞, 尽管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称风险较小, 但它表明了令人不安的辛普森一家, 预测有时是从真实科学中推断出来的。 黑洞是由巨大恒星坍缩而成的, 产生了一个引力非常强大的区域, 甚至光也无法逃脱其掌握。 包围黑洞的边界被称为事件世界, 标志着任何落入其范围内的东西都将无法返回。 这一非凡现象继续吸引天体物理学家, 挑战我们对基本物理法则的理解和宇宙能力的极限。 如果黑洞在地球上形成, 其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 受害者会被拉长成面条状, 因为强烈的引力将它们撕裂成碎片。 整个城市可能会消失在宇宙中。 地球本身可能会被慢慢吞噬或被击出轨道。 让我们希望这样的引力噩梦 仍然停留在物理学推测和讽刺卡通的领域, 因为即使是奇巧饼干 也无法逃脱黑洞压倒性的掌握 一旦被吞噬超过其事件世界。 第十二条,压制绿色能源。 辛普森一家热爱揭示和他们不正当的商业行为, 其中之一就是一支绿色技术以保护化石燃料的利润。 在伯恩斯和蜜蜂的一集中, Lisa参加了一个绿色科技比赛, 搭载了一辆创新的太阳能汽车。 她即将获胜时, 一阵方便地遮挡住赛道的阳光, 使她的车在终点线前的几秒钟内停下。 这个不太可能的气候异常的原因是, 利沙太阳能胜利的阻碍者是伯恩斯先生和史密瑟斯, 在一个飞艇上阻止了Lisa的太阳能胜利。 这是一个荒谬而具体的情景, 旨在取笑, 但它触及了一个可怕而可能的观点, 即根深蒂固的化石燃料行业, 将不择手段地阻止威胁其底线的可再生能源创新。 已经有关于游说者试图扼杀更环保选择的故事, Lisa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日食而失利, 可能是对这种故意阻挠的隐喻。 希望清洁能源将继续其势头, 由理想主义的创新者领导, 但怀疑者认为只要权力和贪婪统治, 就秩序不会轻易改变, 因此, 游类产业的投资者可能会试图掩盖 任何对未来产生过于明亮光芒的清洁技术的成功,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防范这种阴暗的压制。 第十一条, 克隆。 在生物学领域, 克隆是指创建一个基因上与生物体相同的复制品的过程。 这可能是自然发生的, 如某些植物和单细胞生物所示, 也可能是通过各种科学方法人工进行的。 在人类克隆的背景下, 他涉及复制个体的基因信息已产生具有相似基因组成的复制品。 很少有科学进步像人类克隆一样引起如此多的伦理辩论, 但在滑稽而令人不安的辛普森一家片段派遣克隆中, 霍默获得了一个具有克隆任何躺在上面的人的能力的吊床。 他热切地利用这个装置来创造一支可以完成他的杂物和命令的克隆军队。 不久之后, 一支真正的霍默军队开始淹没春田市, 但粗心的克隆产生了副作用, 每一袋新的霍默都变得越来越突变和愚蠢。 最终, 克隆变得如此无意识, 对真实霍默构成了严重威胁, 他被迫毁灭它们, 以艰难的方式认识到玩弄上帝会有后果。 在现实生活中, 没有魔法的克隆吊床存在, 但科学家已经克隆了各种生物, 如多粒绵羊。 克隆技术仍在不断进步, 强大的基因编辑工具, 如Crystar, 使定制设计的实验室生物越来越接近现实。 辛普森一家以幽默的方式对克隆进行了描绘, 同时也凸显了关于这种先进技术 可能引领我们走向何方的非常真实的担忧。 如果科学家今天可以克隆动物, 人类克隆可能也就不远了。 无论好坏, 让我们希望任何未来的实验都遵循伦理准则, 避免霍默的吊床引发的克隆混乱, 尽管如果你正在寻找对无聊和疲劳免疫的劳动力, 霍默军队可能正是你所需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关注注的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前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